大家好 今天是2月4日 星期五大年初四開始 果然是紅盤高開 因為昨晚美股急回 道指昨晚跌了518點 納指更加急跌538點 本來都有點擔心 唯獨是港股不但不受影響 而且紅盤高開後 持續咬著高台 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高開590點 去到24,392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反復回吐 而低見24,140點 但沒有追股壓力之餘 買本甚至甚至湧現 結果去到上午11點半左右 指數已經一度高見24,435點 相對於星期一半日市 大幅度升了633點 值得留意的是 今早高開之後 指數已經趁機會收復了50天線 20天線 以及10天的平均移動線 移動線方面 差一點就可以突破了100天線 其實最重要的是 當指數能夠突破100天線 意味著2月份的市場 是有機會進一步挑戰 1月21日高位24,982點 值得留意的是 今年的市場 直到現在這分鐘 暫時來說 是由1月6日低位22,709點 升到1月21日高位24,982點 如果能夠突破24,982點 即是大市已經初步呈現 一浪高於一浪的形態 這對後市發展絕對有利 指數能夠穩守在10、20、50天線上 形態也不知有利於 進一步上破100天線 一旦成功突破100天線 意味著大市是進一步向上突破 1月份的高位 如果過得到 目標應該是直至11月16日高位25,746點 換句話 用單月的波幅和移動線的看法 大市的確確已經開始慢慢慢慢 逐步呈現一個浴市頂的格局 只不過由於指數距離 幾組平均移動線很近 升幾百點就升破 反覆幾百點也輕輕抹跌穿 所以我們要等多幾天 因為今天也是2月第一個交易天 要等多幾個交易天 最好就去到2月份的上巡尾 才知道經過這麼多交易天 大市是否能夠保持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因為只要指數不再低過24,140點 其實2月份應該有條件進一步推升 上個月我已經說了 如果大市在1月下巡的時間先行回落 對2月份市的發展是有利的 因為2月份開局如果是比較低的水平 你先低 占有機會慢慢慢慢發展成為後高 還有一件事 北水現在還未到廣 如果大市在北水重臨之下 能夠有比較亮麗的走勢 那一刻市場的氣氛就會略大刺激了 其實咬著2萬4千4、5萬4千5座的水平 目標一定是直指2萬5萬4萬更高 問題就是成交金額真的要配合 絕對不應該是1千1千2億的成交金額 這點大家要留意 今天升錢有隻衍生工具和大家分享 今天要講的就是中海油的call率 22257 行使價是10.84 到期日比較長 在今年的11月 有效槓桿大概是4.6倍 好 假設883中海洋石油的價格是9.5 22257這個call率大概是1.5 如果883中海洋石油能夠上市10元 計以高見10.05 22257這個call率 將會見到2.5千5 前座的升幅大概是64.5% 如果883中海洋石油股價有少少反覆 而低見9.3 22257的call率也會落回1.3千2 潛著的跌幅大概是14.8% 現在這一刻 烏克蘭局勢很緊張 油價已經突破90元 似乎形態也有來油價進一步推升 相關資料是由升展所提供 如果想知道多點的話 卡進去升展網集 就看得很清楚了 功率很頑競没有 超市所有時代 都要有提升 就有給能力 其次呢 記錄了